1962年10月22日晚7点 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 在讲话中肯尼迪向美国人民宣布 苏联在古巴部署了大量带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 而美国无法对此置之不理 因此美国准备对古巴执行全面封锁 从那天起古巴导弹危机正式揭幕 在肯尼迪讲话的同时 美苏两国已经进入了最高战备 一场毁灭世界的大战一触即发 然而就在这个全球摒弃宁神的时候 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有事情正在发生 比如刚刚结束第一次血鱼战争的戴英发现 有一群外国渔民突然来到了英国海域 正在英国的地盘上贴连捕捞 而且专捞血鱼 但是这些渔民并非冰岛人 而是来自一个比冰岛大一些的国家 苏联 对于苏联的投袭 英国渔民群情激愤 但英国内阁很清楚 苏联人此举不是为了捕鱼 而是为了警告英国不要掺和外面的事 但是渔民们肯定没有内阁老人们的觉悟 面对不断抗议的英国渔民 手下麦菲米伦下了命令 派些人去跟着那些苏联遇传 驱离 不用驱离就跟着就行 切记代应国防基本原则 英国国防的目的是为了让英国人相信 英国得到了保卫 这活就让海岸司令部去 反正他们一直以来也都是干这个的 自从人类发明了飞机后 很多国家开始尝试将飞机军事化 那在1911年英国国防委员会就开始探讨 成立一支飞行队 来探索如何将飞机运用于军事 然而 关于这支飞行队由谁主导 花谁的钱 英国海军和陆军开始的激烈交流 到了第二年 由于海陆军实在死的不可开交 伦敦的老爷们决定获一把悉尼 他们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 陆海军各自成立一支飞行点队 供电飞行学校和飞机制造场 1912年 该方案起奏圣上 乔治武士玉比诸批 英国皇家飞行队正式成立 然而 这个方案并没有终结陆海军的撕逼 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对于双方各自的业务范围 经非划播问题 两大兵拱继续激烈交流 哪怕几年后 一战开始 也没有熄灭双方的讨论热情 在一战中 海军航空队搞出了 英国第一支机械化地面部队 而陆军的飞行队 则以奔向海洋作为指导方针 跟他们一比 就日本海陆军都算是清平端节的 双方死到了1917年 内阁实在受不了了 人无可忍的英国内阁 通过了空军法案 1918年余人节那天 英国的陆海军航空队正式合并 英国皇家空军成立了 跟海陆军都平级 你们别死了 由于陆海军多年的竞争 在皇家空军刚刚成立时 收编了两支力量的皇家空军 实力相当雄厚 一度拥有上万架各式飞行器 然而 好日子还没过一年 战争结束了 议战结束后的英国开始大幅度削减军费 最终 在一个叫丘吉尔的人 兼职了空军大臣后 皇家空军的人数 被砍到了只有成立时的十分之一 纲比亚根的一笔 都算是冰箱马壮的 虽然名义上还是三大兵种之一 但实力上只能去非洲榨着黑鼠鼠 由于战绩差 实力小 人才来了都想跑 为了维护存在 皇家空军只能组织航展之类的活动 来刷出存在感 每天沉浸于摸鱼的鱼水之环礼 时间进入三十年代 随着希特勒上台 欧洲各国都开始提高国防预算 英国也决定整顿下 已经快被砍煤的皇家空军 提出了酷军计划 然后内阁发现 由于十几年来的五倍废持 皇家空军的缺变程度 已经跟明朝卫索差不多了 不可奈何的皇家空军 只能在1936年7月实行了大改组 建立了新的指挥架构 在新的架构里 皇家空军司令部 将下辖战斗级司令部 和轰炸级司令部 让部队的专业性更强 但是此时出现了一个问题 原有的海岸地区的飞行队怎么办 在当年海陆军 还在分别搞航空队的时候 海军航空队曾经为了 对付德国潜艇 搞了一队反潜机 在沿海地区负责侦察反潜 这支部队规模有限 战机一般 在一战结束后就迅速缩边 由于规模太小 以至于没人注意到他们 等到1936年部队改组时 高层发现 这支部队无法套入新的指挥系统 因为他们既不能战斗 也不能轰炸 因此高层决定 再次使用弹音传统异能 呼吸尼 他们专门为这支小部队 成立了皇家空军海岸司令部 跟战斗机和轰炸机司令部平级 问题这不就解决了吗 至于新单位有谁领导吗 空域已经决定了 菲利普·菲尔特 你来当司令 作为皇家空军中的老炮 一直指挥航空大队的菲尔特 拥有充足的空军经验 因此被提拔为了 海岸司令部的司令 虽然从理论上讲 这算是一次晋升 但是当菲尔特 真的上任后才发现 自己这个部门的名声 完全是坐在鼓上放屁 自吹自擂啊 作为空军三大司令部之一 自己的手下 居然只有一个中队的飞机 实力还不到 另两个司令部的十分之一 所以从上任开始 菲尔特的主要任务 就变成了 去空军部门前赌门要饭 给我钱 给我人 给我飞机 然而 当年的英国空军部 也是一群狠人 任凭菲尔特 咱们念经 也就一个字 不给 后来 由于菲尔特 总是念到说 自己的部队规模太小 空军部的老爷们 干脆承却了他 你不是嫌海岸司令部 规模小吗 那你去指挥印度空军吧 看看什么才叫 真正的规模小 昨天你想危陈八方 今天让你背景立香 菲尔特被调走后 海岸司令部 算是明确了 后娘养的地位 除了没人 没钱没装备外 他们甚至连个 明确职能都没有 在菲尔特走后 新司令报谢尔 主动给海岸司令部 定了两个目标 支援轰炸机 司令部的进攻 或者支援近岸的海军 然而 如此主动的表态 居然被上级给否了 海空军参谋会议表示 就你们那两架破飞机 支援轰炸机 你航程不够 支援近海军舰 你火力不够 你们就老老实实 搞点侦察反潜工作 敌人来了 给我们报个事就行 吃饭做小孩那桌 基本进入了摆烂状态 既然这个任务能交给我 那证明这个任务不重要 到二弹爆发时 海岸司令部在纸面上 拥有了18个重队 但配备的飞机却非常少 且基本都是淘汰下来的 落后型号 但是 所谓一个bug是bug 多个bug能work 虽然实力略有不足 但在战争初期 海岸司令部却并未掉链的 因为二弹时的英国海军 遥遥领先 法国海军也实力雄厚 英法联手之下 德国海军被封锁的死死了 侦察反潜的任务并不重 然而 青松的日子持续到 1940年6月 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法国投降了 随着法国的投降 德国海军正式突破收容 他们可以从法国沿岸 直接进入大西洋 攻击英国的商业船队 实行海上迫交战 来困死英国 过去的封锁线 完全失效了 对于海岸司令部来说 这属于自己还没磕金 版本就迭代了 面对突然恶化的形势 英军海岸司令部 赶快告急 让我们应对 这么大规模的作战 我们没那个能力啊 喝点钱吧 海岸的银行卡没电了 不可奈何的空军 只能紧急从各单位 抽到飞机 到1940年末的时候 总算为海岸司令部 存了600多架飞机 可是由于这些飞机 来源复杂 形号不一 导致最终结果 是取提精华 凑成糟粕 海岸司令部的调度后勤 成为了天顶星难度 而就在他们手忙搅乱时 战场形势又变化了 1940年圣诞节 执行破交任务的 德军巡洋舰 西皮尔海军上将号 在大西洋 遭遇了一支 庞大的英国商船队 面对着脆弱的羔羊 德军上下极为兴奋 这下可是掏上把大的 然而还没等德军兴奋几分钟 他们就发现 英国商队迅速分散 在队伍中间 露出了一艘航母 和三艘巡洋舰 德军本来以为 掏上把大的 但没想到掏得这么大 面对来袭的英军 西皮尔号的指挥官 不畏强敌 传我命令 掉头跑路 为了逃命 西皮尔号选择了 最近的撤退路线 撤往法国西海岸 由于怂得及时跑得快 英军念对追之不及 西皮尔号在撤退的过程中 还成功逮到了一艘英国客船 并将其击沉 导致船上一百多人遇难 而西皮尔号却安然 撤到了法国海岸 跑路了还不忘了 对客船开火 德军的猖狂行为 彻底激怒着英军 指挥部下令 追查西皮尔号的下落 很快海岸司令部 向上级汇报 已经探知 西皮尔号撤进了 布雷斯特港口 为了解决这艘 缺德带冒腰的船 英军决心要 诈沉西皮尔号 轰炸机司令部 在经过了三周的准备后 于1941年1月 对布雷斯特港进行了轰炸 这次轰炸在深夜之行 目标精准 转进入风 整体行动非常完美 唯一的小缺憾是 蹲在船屋里的西皮尔号 安然无恙 在轰炸结束后 作为回敬 西皮尔号在次月 重新出海 又击沉了数艘英国上船 抓狂的英军 再次组织轰炸 然而西皮尔号 依然毫发无损 并在一个月后 大摇大摆地回到了德国 西皮尔号的成功 极大的鼓舞了 德国海军的士气 在之后 包括沙恩夫斯特号 格纳森岛号等 德军战舰 开始依托布雷斯特港 疯狂注意 四处袭击英国上船 为了消灭这个威胁 英国空军在三个月内 向布雷斯特港 扔下了800多吨炸弹 却没有获得像样的战果 到1941年5月 为了配合大西洋上的行动 德军比斯麦号战略舰 和欧恩亲王号巡洋舰 也开始向法国方向机动 在与皇家海军 大战一番后 比斯麦号被击沉 而所有德国雪峰号支撑的 欧恩亲王号 则成功抵达了布雷斯特港 这次半成功的转进 让战鹰破防了 从此以后 英国空军开始全力轰炸 布雷斯特港 他们在四个月的时间里 出动了近2000架次飞机 每天盯着港口里的军舰轰炸 白天炸夜里轰 飞机天天往里冲 这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 有力地锻炼了英国空军的 出动能力 和德国海军的损管能力 德军军舰虽然被封死在了 布雷斯特港口里 但英军也没能成功击沉 任何一艘主力舰 在这场漫长的轰炸中 海岸司令部可被毫无作为 连最基本的港口布雷 都执行得乱七八糟 由于水平太次 空军决定换人 被赶去印度的菲尔特 被调了回来 重新执掌海岸司令部 回归之后 菲尔特立刻开始全方位整顿 人员装备宁缺乌滥 还采购了一批先进的飞机 力求让海岸司令部重新振作 然后利明木马的菲尔特 就迎来了当头一棒 他的名字叫 雷霆地狱犬行动 在英军准备打通传统布局 富能旧的产品 准备通过结构化细分 来反补整体生态时 对面的德军也开始 联动新型认知 试图延长生命周期 通过对垂直领域的 重新整合 来打通差异化的突破口 简单地说 在比斯曼号沉没后 希特勒决定 不玩了 在认真评估了敌我形势后 希特勒认为 德国海军的水面部队 想要正面击败英国 却是希望不大了 但是 破交战是不能不搞的 好在邓尼茨的潜艇部队 已经成型 所以 德军的海上战略重心 转向了潜艇 水面舰队也没啥大用了 在这一战略下 布雷斯特港里的三艘巨舰 就有点尴尬了 这哥仨在港口里的 唯一价值就是每天挨炸 除了锻炼维修团队外 毫无意义 随着苏德战争开打 东线战场人脑子打成狗脑子 这三艘船除了浪费资源外 什么忙都帮不上 所以希特勒决定 把他们从法国海岸招回来 要么去东线 攻击苏联商船 要么去北边保卫挪威 总比天天当靶子强 对于撤回军舰的决定 德国海军是认可的 但是 在撤退路线的选择上 德国海军司令雷德尔 却和希特勒有了分歧 此时 三艘船想要撤回本土的路线 有两条 一条是向西北 绕过不列边岛 经冰岛向东 这条路线虽然绕远 但是海过天空 英军很难封锁 第二条路是出门就向东北 直接穿过英吉利海峡 这条路倒是近 但有个小缺点 是全程在英国人眼皮子底下 会遭遇英军 陆海空火力的联合攻击 属于五的狼河长领路奶 蹦着高的多呀 成功的可能性不太大 所以雷德尔的意见是 走第一条路 虽然绕远 但是安全 然而希特勒并不认同这个观点 如果第一条路安全 那彼此迈号是咋沉的 远航行需要带补给船 我们都不计船够吗 能跟上舰队的速度吗 反而是第二条路 英吉利海峡上 并不是只有英国人有支援 整个法国都在我们手里 我们也有陆海空的支援的 只要我们行动足够突然 那就成功几率很大 优势在握 但雷德尔表示 元首 您还是不懂海军 敌人的火力太密集了 严海峡冲刺 压根就没有成功机会 这种行动是需要提前配合的 一旦我们演习 英国人一定会发现 希特勒默默地注视着 滔滔不绝的雷德尔 很快雷德尔也发现了 气氛有些凝固 元首慢悠悠地表示 小雷啊 我知道你懂海军 可是你知不知道 你看的是地图 可我定的是前途 你现在否决的不是方案 而是你自己的前程 我今天下的是令 可你明天下的是港 不懂海军的是我 可该学习的是你 你以为你让海军 走在安全的道路上 其实是让你自己 停在事业的道路上 你现在再想想 你说谁不懂海军的 雷德尔思考了一下 表示 这世上还要比元首 更懂海军的人吗 元首 刚才我确实有意见 但是我不赞同我的意见 您持有的桥 比我走过的饭都多 我早就觉得 第二条路更合适 只不过刚才 我被鬼上身了 没说而已 大方案定下来了 希特勒召开了 海空军的联合会议 共同讨论具体方案 在会议上 德国海军战略卷司令 齐迪亚斯提出了一个 核心原则 这个计划如果要成功 唯一能依靠的 就是突然性 我们应该在夜间出发 此时沙恩后斯特号舰长 提出了问题 夜间出发确实有突然性 可是在场的夜也有天亮 我们哪怕全速开进 到达多佛时 也一定天亮了 那可是英吉利海峡 最狭窄的地方 英国的暗方中心 暗炮飞机 鱼里挺一大堆 到时候人家热烈欢迎我们 我们怎么办呢 对于这个疑问 希特勒斯也明知 没什么好办法 那就只能看病了 看我们的突然行动 能不能让英国人措手不及吧 而且元首已经下令 空军到时候会掩护我们吧 其实此时 德国空军的飞机 也已经极其紧张 但在希特勒的要求下 空军还是东坯吸收了 300架飞机 分成三个战区 来掩护着逃跑三兄弟 在行动开始前 所有的飞行员都得到了指示 不惜一切代价 保护战队 哪怕撞击 也不能让敌人进入威胁空域 最终海军确定了 这次方案的计划 本次逃跑 由战胃阶队司令 希里亚斯将军亲自指挥 在德国空军的掩护下 强重迎击的海峡 然后回到德国本土 或挪威 由于深感 这次行动的冒险性 是阎王殿前奔野敌 所以 他们将这次行动 命名为塞浦鲁斯行动 塞浦鲁斯就是 希腊神话中的地狱犬 而空军则将这次掩护行动 命名为雷霆 因此 这次行动 随终被称作 雷霆地狱犬行动 虽然在行动之前 几乎每一个军官 都对其成功率不抱希望 但希特勒倒是颇为乐观 他在会上 对军官们说 我知道行动有些冒险 但各位可以回忆一下 我哪次冒险没有成功 只有敢于冒险的人 才有好运气 多年以后 当有些亲历者 再次回忆起 这个冒险到疯狂的行动时 很多人都会想起 希特勒当年的自信 他们纷纷表示 元首这个人吧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由于二战德国 那密不透风的保密能力 没过多久 布里斯特港的 挨炸三兄弟 要跑路的事 就被英国知道了 但是 由于这次行动 没有阿波维尔的参与 所以英国人也没有搞清 德军究竟要走哪条路 为了拦截这三艘船 英军也做了万全准备 英军的拦截计划 叫做复勒行动 在大西洋方向 英国海军准备了航母编队 只要一收到预警 立刻启动轰炸机 来拦截敌军 而英吉利海峡方向 则更加凶险 英军多佛司令部的 拉姆齐军将 负责指挥拦截行动 由海岸司令部和 轰炸机司令部 组成联合巡逻队 只要布雷斯特港这 一有动静 马上就开始轰炸 同时万一敌人冲进了海峡 海军还有30多艘鱼雷艇 海岸司令部 还装备了大量的 鱼雷轰炸机 加上多佛的暗防炮 保证这三艘船 是厕所里化单行线 驶路一条啊 在英军部署拦截的时候 德军也在密集准备 1942年1月末 为了迷惑英军 希特勒下令 潜艇部队 向冰岛方向调动 试图让英军以为 德军要走西线逃跑 2月5日 一群驱逐舰和潜艇 驶入布雷斯特港 来接应逃跑三兄弟 2月9日 气象部门 确定了行动时间 2月11日夜 玉黑雾众 风大夜长 此夜逃跑 大吉大利 2月11日夜 行动正式开始 当晚10点45分 三艘德国军舰 集结完成 离开了浓雾笼罩的港口 这是个极其巧合的时间 因为此时 在港口外 堵门监视的英军舰艇 刚刚下班回家不计 而英军的侦察机 则因为浓雾和电子干扰 完全没有发现异常 港口里的英国舰谍 眼睁睁地看着军舰开拔 却因为电子干扰 发不出任何信号 因此 在英军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三艘军舰成功离开了港口 德军的总指挥 希里亚斯 此时根本不知道 自己幸运到了这个程度 还在高度紧张地 让船员四处探测 希里亚斯将军 此时心里虚的一匹 他在心里暗暗祈祷 如果让我成功闯过这一弯 后完辈子 哪怕让我开豪车 驻别住 我都愿意啊 离开港口 绕开水雷区后 舰队马上全速开进 午夜零点五十分 舰队绕过泽西岛 完全绕开了 英军的整个西南防线 而英军海岸森林部的侦察机 则完美地 没有发现德国舰队 在极度紧张中 德国舰队平安地 前进了一夜 2月12日早晨 海上大雾仍然未散 德军战机 已经开始在空中掩护军舰 而一人个早晨 英军所有的巡逻机 完全没有发现异常 皇家空军的飞机 甚至发现了 掩护舰队的德军军机 但他们认为 那可能是海上搜救飞机 不予理睬 上午十点 舰队通过索母河口 英军仍未有任何行动 上午十点二十分 战斗机司令部 终于在雷达上发现了异常 他们发现 有一个巨大目标 正在以二十到二十五节的速度 向东北方向移动 赶快派出了侦察机 两架侦察机 在半小时后 发现了淘宝三兄弟 但为了保持无限的静默 他们一直忍到了 返航着陆后才汇报 海上有一支舰队 但不知道是哪一支 中午十一点二十七分 在德军全速行进了 十几个小时后 英军终于得到了确切的警报 布雷斯特港的英国特工 终于发出了消息 德军三艘主力舰 已于昨晚离港 估计现在都快到多佛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英军听到这条消息后 是什么感觉 所谓远在天边的刺猬 虽然来到了党里 在接到这条炸裂的信息后 英军指挥部五雷红军 赶快命令 轰炸机司令部的 所有飞机升空 把搞偷袭的德国佬炸陈 然后他们就听到了 一个更加炸裂的信息 为了节省时间 轰炸机部队 都是提前挂弹的 此时 英军的上百架轰炸机 挂的都是半穿架弹 这种弹药的特点 是必须高空投掷 而今天有大陆 听到这个消息 轰炸机指挥官 李查德·珀斯 心里是崩溃的 他赶快下令抓紧换弹 但换弹需要大量时间 所以珀斯赶快 给海岸森林部和海军打电话 能不能用你们的部队 赶快拖住敌人 等我换完炸弹 马上就到 但此时 接到电话的哥俩 比珀斯还崩溃 海岸森林部的费尔色表示 我这鱼类轰炸机 声音贼大 大雾田又必须低空投掷 强行出洞 这不上赶着去找死吗 而海军则表示 自己这些鱼类艇 传小假薄 因为事出突然 主力舰都在北边 没有掩护的话 用小车上去 也是送菜呀 佛斯急得支拍大腿 我让你们拖一会儿 不是真跟得我老拼命 赶紧的吧 哪怕攻击不成功 你也不能一枪不开 把人家理送出镜啊 你可以不答题 但你至少得写个解吧 在手忙脚段的调度下 住在多佛的鱼类艇 于11点55分离港 同时 多佛的暗航炮 则在20分钟后 来了一次骑射 道理也是一样 体不一定要会坐 但翻卷的声音 一定要响 虽然英国人非常着急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在船上的德国人 也是慌的一批 在英军手忙脚乱时 位于沙恩霍斯特号上的 希里亚斯将军的精神 也已经紧绷到了极点 从昨晚开始 舰队狂飙了十几个小时 居然没有发生任何战斗 这一切进行的太正常了 肯定不正常啊 按照通料铁律 不出意外才是最大的意外 为什么英军好好反应 平时他妈恨不得 一天炸我800遍 今天怎么消停 调休了 希里亚斯不相信 自己的运气这么好 经过谨慎推理 他认为 这一切的原因只有一个 英军的诱敌深入 想选一个 我们无法脱离的地方 把我们包围圈间 希里亚斯颤抖的盯着地图 他望向了那个地点 佛佛海峡 英军应该埋伏在这里吧 果然在舰队进入 多佛海峡后 英军的暗防炮开火了 紧接着 五艘英军鱼雷艇 就出现在了远处 希里亚斯知乎不好 果然中埋伏了 更可怕的是 没过几分钟 空军就向着汇报 天上有六架鱼雷红炸机 正在靠近 要受了 海陆空三方攻势啊 天罗地网啊 然而 就在希里亚斯 准备输死一搏时 那五艘来袭的英军鱼雷艇 因为没有任何掩护 根本不敢靠近 卡了射程极限 发射了几发鱼雷后 转身就跑 结果自然没有命中 而在德国空军的掩护下 海岸司令部的鱼雷轰炸机 被迅速击落 成功投弹的 也没有造成任何威胁 至于多佛的暗炮 则完全是气氛组 希里亚斯将军 在船上默瞪口呆地 看着英军的攻势被瓦解 他以为英国人要整个狠的 没想到是拉罚罢的 直到下午1点21分 德军舰队顺利地 通过了多佛海峡 希里亚斯也没有等来 英国人的后招 英国人眼睁睁地看着 德军舰队开除了 自己的雷达区 到了这一步 指挥部也根本顾不上 啥战术了 他们派出了能动用的 一切飞机飞向海峡 多佛那边的鱼雷艇 也轻巧出动 兄弟们 一枪不放让敌人过防区 将来怎么跟朝廷交代呀 就这样 200余架英军飞机 开始如无头苍蝇般 在海峡上空搜索 他们大部分成员 都没有发现德军舰队 却几乎都遭遇了 德军的护航战斗机 双方乱七八糟地 在海峡上开打 整个法系委乱成一锅中 最终只有39架飞机 真正投下了炸弹 而且并未给德军舰队 造成重大损失 在突破了多佛海峡后 希里亚斯将军放松了一些 然而 雷达突然显示 有5艘不明军舰 正在前方向自己靠拢 20分钟后 双方就将接触 希里亚斯悚然一惊 英国佬 你果然还有后招 在这埋伏我呢 此时 希里亚斯展现出了军人的决绝 兄弟们 狭路相逢勇者胜 就算对面是敌人的主力舰队 此时我们也不能退缩了 冲上去 是死是活跟英国佬拼了 实际上 希里亚斯对面 是分属于英国两个舰队的 六艘战舰 这些战舰 全都是一战时期的老船 由于装备差设备老 因此只能干护卫上队的活 在12号下午 他们正在多佛海峡附近训练 被英军指挥部抓了应急 让他们拦截一下德军舰队 对于这个任务 这六艘船的指挥官心里也发虚 让自己这些一战的老船 去拦截德军主力舰队 这种行为 跟让年鱼军去抓唐僧有什么区别 由于双方都慌得一批 因此很快就个子都乱了阵脚 德军旗舰 沙安霍斯特号 不小心出雷 无法前进 而英军的卧布尔号 发动机出现故障 被迫抛锚 对于此时 两军接战的心理 通料韩国日报社报道道 这边是三星灵克 调盖农两谷战战 那边是裸庄摄影 近村庄冷汗沉沉 心中如七上八下 唐长老欲嫌尸托岭 行动是一步三进 高台卫主上聚一堂 一个是风声鹤唳 波浪中害怕铁十字 一个是草木皆兵 怒涛李恐惧米子齐 这边是来回思量 恨卫国王守边军 那边是前后夺步 回教元首抓壮定 心神惶惶 三军未尽先撕退 魂魄扰扰 大战在即享受神 最终 无比心虚的两军 于下午三点四十三分接火 双方在极短的时间内 全力开火后 就迅速脱离接触 冲天放两枪 对得起国王 给他响赢就得了 谁真打呀 这场乱七八糟的战斗 一直持续到傍晚 夜幕降临后 英军飞机只得撤退 他们完全不知道 此时的德军舰队也非常窘迫 沙安霍斯特号虽然恢复了动力 但当晚八点 格奈森党号也误出了水雷 又闲被炸了个大洞 被迫停下抢修 当晚九点半 沙安霍斯特号再次出雷 发动机全部停转 此时英军随便来个什么玩意儿 都能消灭他们 但他们此时已经放弃了 最终 勉强修好一个发动机的 沙安霍斯特号 带着一千多吨海水 在2月13日划到了目的地 另外两艘船 也于次日早晨到达目的地 在这场历时两天的 雷霆地狱选行动中 德军损失轻微 海空军总共只损失了30余人 英军对他们的威胁 甚至还没有水雷大 而英军有40余架飞机被击落 伤亡超过了200人 最重要的是 这也实在太丢脸了 在被德军速通 英吉利海峡后 整个英国的舆论都炸了过了 泰伍时报评论到 西雷亚斯将军成功完成了 无敌舰队都失败的任务 自17世纪以来 还没有发生过 比这更让我们海上力量 感到耻辱的事情 这标志着 皇家海军传奇的终结 而另一些评论家表示 德军的淘宝三人组 甚至都没开火 英国的指挥系统就崩溃了 还好希特勒去了东边 要不然咱们现在 是不是和法国一个下场了 面对社会的汹汹指责 英军必须找人背误 最终他们发现 海岸司令部大小长短正好 那么责任就在你了 谁让你侦察工作没搞好的 为了和海岸司令部切割 英国空军表示他属于海军 而海军则坚决认为 他属于空军 在成为背国侠后 海岸司令部 又重新做回了小孩那种 费尔特司令 也重新过起了 独门要饭的日子 而德国潜艇 则迎来的春天 开始在大西洋里 狂刷战机 不过 海岸司令部 之前订购的鱼类轰炸机 总算没有被收走 从1942年9月开始 海岸司令部 开始列装新型反潜机 费尔特用它组成了15个中队 在经历了艰难的磨合期后 这支部队从1943年 开始展露头角 屡屡击沁成德国潜艇 1943年5月 海岸司令部 通过战绩 成功为自己 重新赢得了关注 他们获得了 更多的新式轰炸机 在他们的打击下 进入1944年 德军的潜艇建造速度 终于赶不上损失 大西洋的反潜形势 开始逐渐逆转 在整个二弹中 海岸司令部 共摧毁了212艘德军潜艇 击沉了366艘 周星国运输船 除了这些战机外 费尔特司令 还把相当大的精力 放在了海上营救上 他于1943年 设立了海空救援学校 最终在战争中 救下了交战各方的 16663人 堪称鞠躬至尾 1945年 在德国投降后 海岸司令部 解散了所有的作战部队 只保留了海上救援 和空中侦察功能 到了50年代 海岸司令部 又被卡了好几刀 以至于这支部队 只能杠杆开篇那种 监视渔船的小活了 1969年 随着又一次的改编 英国海岸司令部 彻底解散 其功能被皇家空军兼领 这支本就无畏重视的军队 也就和那段 戴英不愿提起的 海上往事一起 风刺走入了历史